美国博物馆 美国博物馆 来到我们这边呢 也有非常非常多的DIY的一个项目 首先呢 我先来介绍一个就是苗巾 所谓的苗巾其实我们就是贴金箔 这个贴金箔可以让我们的长辈 还是我们的小朋友可以手眼协调 然后发挥他们的创意 但是呢 这个苗巾并不是很困难 如果这是我们的入门款 入门款就是春是不是很简单 那我们只要把金箔膏顺着这个字把它描上去之后 我们大概八分干的时候 我们就会提供一片金箔 让他们这样子把它贴上去 然后那笔这样子把它压按压之后 用吹风的一个器具把它吹完之后就会长这样了 就很有成就感 做出来也很漂亮 那如果说长辈比较挑战比较高难度的也可以 像我们这个就是双洗四伏 这是一个洗字 然后有四只蝙蝠 那这个也可以来挑战比较高难度的 那接着呢还有一种小盆栽 那这个小盆栽目前是我们抓牙场最夯的 就是受到很多 它应该算是一个全年龄的一个手座DIY 不管大到八十岁的阿嬷还是小到五岁的小朋友 它都可以很容易的操作 那这个方式呢也是很简单 比如说我们给它二十四片的小砖块 那我们会教它基本的砌砖工法 所以这个砌砖工法就呼应到我们来砖窑厂的故地了 不难但是很受用 那二十四片你不要想看这个 我们大概可以变化出八十款的造型 让它们发挥创意 非常非常好玩 而且你看哦 你这个因应现在的 现在的时令阿 圣诞节快到了 所以呢我们这个就是 算是迷路 那还有一款 这个应该大家也很喜欢的 小朋友 小朋友应该也会很喜欢的 这个是圣诞老公公 所以呢来到这边 你可以尽情的发挥你们的创意 然后美好的玩一天 谢谢 感谢观看